比赛开始 黄兴这是一个左势 呃 吕斌是一个左势 挺好的 上来就是一个前摆 对于黄兴来讲 大赛的经验跟吕斌欠缺不少 所以不要慌 不要乱 打稳 现在有点着急 上来之后也应该先扣一扣节奏 对于黄兴来讲 今天就是要拼 虽然说自己也拿过一次全国冠军 但是跟吕斌相比 这个冠军的输入量还少了很多 本身吕斌呢 是我们这次里约二位会上 一大夺经典 但是非常的遗憾 李平现在已经稳住正脚了 哎 一个左势一个右势啊 这后手一定要小心 黄兴的这个右手啊 拿得高一点 已经连续吃了李平好几级后手拳了 黄兴的在此前也多次代表中国农队参加了国际全联的这个 WSB 的比赛 应该说在这一系列比赛当中啊 对于黄兴这种厉恋提升 是得到了极大的一种锻炼 特别是在比赛当中啊 曾经与这个古巴和俄罗斯 等世界抢手交过手之后 经验实力也是大增 最终是在2016年的全国警告赛时候 黄兴拿到了这个警告赛的本体 这一击拥击大几source 吸重吕斌 郭兴 这一击拥击大敗 鑛 还是我刚才讲的 不要乱 现在是打得有点着急 今天现场 王兴的这个 诸位团声势不小 我知道